他們也會回家 共和黨總統競選人海莉 在南卡羅來納州進行造勢活動時 被川普支持者打斷演講 但他依然神情自若 順便借機回應川普對他丈夫的攻擊 不論全國民調或各州民調 都大幅領先海莉的川普 在近日暗奉海莉的丈夫麥可 寧願隨國民警衛隊派駐非洲 也不想要陪海莉跑行程 這種無謂的攻擊 反而讓海莉有藉口反擊 指出川普口口聲聲自稱愛國 卻對軍人一點也不尊重 我希望麥可今天會在這裡 我希望我們的孩子 我可以看到他們今天 在台上講到將近哽咽 海莉使出渾身解數 搶攻南卡羅來納州 共和黨選民的心 畢竟她生長在南卡羅來納州 從州議員一路到州長 在家鄉生根多年 然而根據今日 美國在15到18日間所做的民調 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選民 仍然有63%支持川普 比海莉的35%高出太多 因此她在24日 南卡初選前才會瘋狂跑場 企圖縮短差距 如果她能保持相近 我認為這會給她 有足夠的力量 讓她保持 那會把她帶來 到超級星期二 緊接著南卡初選 接下來的3月5日是 黨內初選中最重要的 超級星期二 來支持7個州和地區的選民 不論黨派都會舉行初選 因此超級星期二的結果 很大程度將會決定 黨內支持者最後的風向 而海莉為了證明 還有希望在超級星期二勝出 她必須在南卡初選中 從拉近10到10個百分點的差距 相當艱辛 環宇新聞發言之中和報導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